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胜桃从严子庙小学失业后 对教师的工作有点心灰意冷 然而在陆直的工作生涯 却让他尝到了教育的甜头 这转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苏州市的陆直古镇 他们将继续以叶小默的著作 《我的爷爷叶胜桃》为线索 去探寻叶胜桃在教育和文学领域 取得耀眼成就的传奇一生 今天穿的衣服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们的头巾也很特别 有点像田间的那种江南衣服 我们手中的这个工具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我这还有个大篮子 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跟随 湖南江老师开启此次的旅行 然而他别出心裁的安排 让大家既兴奋又充满了好奇 今天我带大家进行一次特殊的企业 这时我特意请来了周老师 你好 这个穿着有什么感觉呀 感觉我们的服饰非常的漂亮 今天也都穿上了非常专业的水裤 感觉我们已经成为了真正的陆直人 这个服装是无地劳动人民的服装 完全是在劳作中形成的 我记得叶生桃爷爷 在他的《偶语纯菜》中也说过 说女性的头巾往往都是白地青花的 她指的这个头巾 就是咱们现在头上戴的这个叫包头 因为劳作的时候 因为有那个包头 你这个长发就不会推挂下来 还有这个水道在脱裂的时候 因为有了这个包头 倒屑粉末不会飘到头发里头去 这个工具是用来干什么的 叫足刀 这是刀 这种三角形 对 给我们夏天去揭秘 一片片大叶子像圆盘一样平铺在水面 叶面有些凹凸皱起 不像荷叶光润平滑 浅紫色的花朵浮在水面 大家非常好奇 这是什么农作物呢 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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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采摘的是 是什么呢 青头米 不要随便碰 正面碰它问题不大 周边和它的反面全是刺 看起来好锋利 对啊 那么它的果实在哪里 你有没有开始思考啊 就在这个叶子下面吗 下面吗 那么下面哪里呢 对吧 所以我们找呢 找到这个中间 就在周边去摸 这一个鸡头 确实像鸡的那个 尖尖的 那么这个用刀呢 插三刀 一刀 转过来 两刀 三刀 看起来吧 这里是果实 它这样子是能直接吃了吗 把外面的壳剥掉 你编白白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鸡头米 那我们自己感受一下 当心啊 书本旅行团 伸一脚浅一脚地 在叶片之间摸索着 虽然行动起来不方便 但是大家按照 周明森老师讲的采摘要领 从水中摸寻到下刀收割 动作是一气呵成 鸡头米就是我们常说的嵌食 新鲜的鸡头米 吃起来清甜软糯 香味十足 这次特别的寻先之旅 忽然江老师到底有着怎样的用意呢 大家有什么收获啊 从刚开始我们根本都不了解 什么是鸡头米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了鸡头米上 在什么样的部位 我觉得都是一个成长 叶子上面有很多刺 也要注意安全 劳动的意义就在这里 不仅能够学到知识 还能够锻炼自己的能力 因此一百年前 一生涛在录制执教的时候 就跟同事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叫 生生农场 对 1917年的春天 他因他的同学 吴宾若和王伯祥的邀请 就来到了这个武高 然后在这方面创办了生生农场 大家一起就进行了一些教学实践 所谓生生农场 就是先生和学生一块劳动 叶胜桃先生的教育理念 就是教育为了人生 那为将来能够生活 将来能够有担当为社会服务 所以必须要学习 未来社会中能用得到的种种能力 所以开办生生农场的意义所在就是 我们其实通过这种形式 也可以将叶胜桃老先生的教育理念 延续下去 今天大概是吴老师主持 你特殊体验的目的之一吧 原来这就是惊喜 吴老师告诉大家 叶胜桃来到陆职执教后 对教学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叶小默在书中 也说出了爷爷对此的内心感受 爷爷在心事分不开的一文中写道 我因年轻不安世故 当了几年教师 只感到这一图的滋味是淡的 有时甚且是苦的 但自从到陆职以后 乃恍然有误 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 生生农场的创办 只是叶胜桃在陆职教育革新的冰山一角 还有哪些大胆的改革和实践 让他尝到了甜津津的味道呢 这个是劳动之歌 是我们陆职地区农民在劳动过程中间唱的一些三歌 从鸡头米田里出来 现在我们面前放的你打开看看 这是我们来的场面 这是摘的鸡头米 尝一尝 那这个陆职风景又美 还有这么好吃的鸡头米 那这地方也太好了 你已想坐一回陆职人 嗯 是吧 一尝陶先生就是像咱们一样 应邀来到陆职 只坐了小船而来的 因为陆职的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 特别是教育改革的土壤 深深地吸引了他 他坐上了陆职人 爱上了陆职 他把陆职深情地说是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从这个陆职开始呢 叶胜桃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和教育生涯 所以你到了陆职之后 可以看到好多叶胜桃的影子 我给你们几样物品 上面还写先生枣 我是小朋友们枣 看我的橡皮银杏叶 跟我的帽子颜色很搭配 我这也是块橡皮 它上面还写了学而不厌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这是什么意思呀 叶小默在文中写道 爷爷在陆职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 开始了他崭新的教育实践和文学创作 周明森老师准备的几件礼物 成为了大家接下来的探寻线索 每件物品的背后 隐藏着叶胜桃怎样的人生历程呢 为了找到答案 书本旅行团跟随湖兰江老师 来到了叶胜桃当年任教的 无限限力第五高等小学旧址 也就是今天的叶胜桃纪念馆 这边的房子都好有特色 这桌层子也很有意思 四面都有嘛 这个就是四面皮 是当年五高留存下来的 四面通透肯定很适合办展览什么的 是的 我们现在很充足 当年叶胜桃先生就利用这里 办了密群书店还有博览室 现在他正在改造 我们可以看看改造后的效果图 里面还有小书架 四周的墙壁上还挂满了字画 当年叶胜桃先生呢 就是把他自己的很多的中外民作 还有他自己订阅的新青年 新桃等进步杂志呢 放在这里供学生乐了 让他们接受一些新鲜的思想 然后培养他们的社会担当心思 他还利用这个地方呢 办了一些像传课呀 诗词呀这样的兴趣班 培养学生呢多方面的才能 就是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叶胜桃先生在这个五高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的论文 他里面都提出了很多思想 比如说这个儿童教育呢 就是必须以儿童为本位 所以呢学校里边呢 就应该配备图书室啦 然后农园啊 然后还有什么工厂啊等等的 这样呢让学生呢 有机会去接触这些东西 让这个儿童呢 能够自觉主动地发展 然后成功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 这样的勇用的人才 不管是办事生农场也好 服务馆也好 等等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 让学生从小呢 就能学会这些本领 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 兽人以渔不如兽人以渔 对确实是这样 叶圣桃来到录制教学后 他和同事们一起 对课程教材教法等 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实践 目的是达到 教是为了不教 让孩子成为能够自主学习 发展创造 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人 经过他对教学工作的 不断思考和改进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就成为了叶圣桃的教育思想 那五十秒进行教育改革 跟当时有什么关系 正好 我们来到了鸳鸯亭 我们进去找一找答案 当年这个武士运动的消息 传到这个路子的时候 叶圣桃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们特别兴奋 然后跟那个王伯祥先生 他们几个武高的那个教员一起 他们连夜就起草宣言 就商量该做什么 然后第二天呢 他们就组织那个学生进行游行 然后响应着武士的号召 在那个五月份呢 叶圣桃先生就写了 这个无人进京的觉悟 然后呢就是说 鼓励人们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六月份呢 他们又响应 抵制日货 是当卖国贼的这个运动呢 发表了陆职高校国民学校宣言 我们大家印象中呢 叶圣桃呢 一直是温温而雅的人 其实叶圣桃先生 也有另外一面 就是他一直是一个 反对独裁 反对专制 然后推动社会进入的战士 他也一直坚信说 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对 武士运动以后呢 救国救民这种思想呢 对他呢 影响就是更深远了 所以他呢 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呢 第一呢 就是进行了这些教学改革 在中学时代 叶圣桃就已经是一个 满腔正义的热血少年 这样的凛然正气 贯穿他一生 叶小默在书中 也写出了对爷爷的敬重 无论在什么年代 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都会像一个战士那样 站出来 无所畏惧地 用他的笔作武器去战斗 叶圣桃始终以依靠教育 让国家强大起来作为己任 为了让每个孩子 都有人生的出彩机会 他有着自己独特的办法 此时书本旅行团来到了 叶圣桃事迹展厅 这边还有一个小松鼠 坐在他的胡子上 还有那个蚕和蚂蚁好生动 是不是当时的那种寓言漫画 这个是叶圣桃先生的 童话作品的插画 我们看到这是稻草人的插画 这是1922年6月 叶圣桃出版的童话集 稻草人 稻草人它是我们国的 第一本童话集 刚刚我们都是被这些插画 给吸引过来的 那小朋友肯定全都感兴趣 所以鲁勋先生曾经评价过 介绍君先生的稻草人 是给中国的童话 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无论是童话还是耳歌 叶圣桃的不少作品 成了中国一代代读者 童年的美好记忆 也是每个时期 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首选篇幕 他始终认为 编辑工作也是教育工作 目的是让老师便于教 让学生乐于学 在录制的教学实践中 孩子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 又收获了快乐 叶圣桃对此有着 怎样的独特秘籍呢 此时纪念馆后院的 录制民宿舞蹈 打莲香的热闹场面 吸引了大家 大家会在这里找到答案吗 打莲香好难啊 我跟那个机器人一样 手脚根本就没有办法协调 对 第一次上手很难适应 感觉还是一个很欢乐的活动 我这个线索还没找到呢 你们快给我找找 这就是什么 对 这就是银杏术 叶圣桃先生当年写过一篇文章 叫《三棵一切树》 我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秋风阵阵地吹 折扇闲的黄叶落得满地 然后是一群黄蝴蝶 飞起来了 对呀 在广挂的空地 有了绿荫便是游戏的好场所 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场景 当年叶圣桃先生 不仅办了深深农场 办了博览室 他还组织学生 开展了很多的文艺活动 就像今天这种打莲香啊什么的 就是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让学生成为得自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那么你今天的答案 是不是也就是找到了 没有错 在胡老师的讲解中 大家知道了叶圣桃 在陆职推行的教育革新 取得了成功 因此叶圣桃感到了 其中的甜津津的味道 那我这味燕橡皮的答案在哪呢 我们来看看那个亭子 你们看 里面有味燕两个字 那不就是味燕橡皮上的味燕吗 对呀 这个亭子 就是为了纪念叶老来修建的 这个燕有什么含义 您知道吗 是燕卷吗 对 有这个含义 还有一层意识是满足 叶圣桃先生呢 他后来是出版过 《味燕集》 还有《味燕居习作》 他都是以《味燕》 作为书的名字 所以就是所谓《味燕》 就是永不厌世 永不自满 正是秉持着《味燕》的精神 叶圣桃在他奋斗的路上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耀眼的成就 在中国的教材编辑史上 他做了一件 至今让人们都称道的事情 书本旅行团 虎兰头戴的余夫帽 则成为寻找答案的线索 为此大家跟随忽兰江老师 来到了镇上的一家博物馆 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 中国语文教学史的发展与变迁 你们看 小朋友早 先生早 这就和我帽子上的一样 对 确实 你们的是小朋友早 小朋友早 你们是先生早 小朋友早 咱们看到他写的是开明国语课本 这实际上是选的当时的 开明国语课本的第一课 你看那个小朋友弯腰 那个老师很谦卑的鞠躬 一下子就感觉到当时很温馨 然后小朋友呢 通过这个也会记住这几个字 先生早 小朋友早 这是他们平时每天要做的事情 这些所有的插图呢 都由封志凯先生绘制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很多呢 都是特别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 比如说《月亮船》 我望见一弯月亮 浮在天空像一艘小船 读起来像儿歌一样 这本课本啊 就好在他是 叶胜桃专门为学生创作的儿童文学 这样呢 孩子才能感兴趣 才能给他们一启迪 叶胜桃先生呢 是在1932年 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自己一个人编写的 这一套课本呢 是400多篇课文 多半都是新创作的 有些呢 是有所根据的在创作 总之呢 没有一篇是抄来的 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以后 先后再版了40多次 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 工作在《开明书店》的叶胜桃 还是《中学生》杂志的主编 充满着进步活跃精神的中学生 激发了一大批青年 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 在促进青年思想进步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 叶胜桃又让教材有了新含义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语文课本 我们之前看到的 好像都是国文 国语 看来大家看得非常仔细 发现了它不同 这个语文的称呼呢 就来自叶胜桃先生 1949年呢 叶胜桃担任 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教科书编程委员会的主任 当时呢就是解放军呢 渡江特别顺利 然后叶胜桃送了 这个今天的鼓舞呢 曾经在会议上说 解放军打到哪里 教科书就送到哪里 鼓舞呢 教科书编写同仁呢 加快进度 让这些教科书呢 和新中国一起诞生 它在这个 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教科书编程委员会呢 就提出来了 说呢 我们要编一套 新中国的教材 把这个教材呢 叫做语文 因为口头为语 书面为文 那么提的叫语文 到了1950年 正式出版了 以语文命名的语文教材 1950年12月 人民教育书展设成立了 叶胜桃呢 担任任教社的 首任社长兼总编辑 从此以后呢 他把他所有的经历 都放在了教科书的 编写工作 在任教社工作的16年 他几乎每天都在做 同一样 同一件的事情 非常了不起 几十年如一日 一直在重复 做同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文化人 无论在什么年代 他都把祖国和人民 放在第一位 都会欧歌为祖国和人民 做出牺牲的勇士 都会怒斥敌人 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 今天 书本旅行团跟随 叶小默 《我的爷爷》 叶胜桃书中的内容 体验了采摘鸡头米 走访了叶胜桃 纪念馆等地 大家了解了 叶胜桃一生致力于 教材编写 文学创作和教育改革实践 培养全面发展 自觉进取的合格公民 以实现救国强国的教育理念 贯穿了他的整个奋斗历程 书本旅行团被叶胜桃 对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深深打动 大家决心跟随先贤的脚步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进拼搏